这是一只恐龙 这是一只科技改造的恐龙 这是一只可以射出液体的恐龙 这是一只可以射出大量的刺的科技恐龙 这叫双脊龙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就是这个家伙 刺面龙 所以这和双脊龙没有任何的关系是吧 是啦 刺面龙是肉类 是人类使用泰克科技与恐龙基因创造出来的泰克生物 它被投放在了地球灭绝后仅有的安全区域 拥有屏障保护的沙漠生态圈内 我看它体型小 实际它是被人类设计成了一种远程武器 拥有无限子弹的机关枪 负担防控能力 都对中小型飞行弹的生物进行降维打击 就是可以让老鹰或者翼龙 丧失飞行能力10秒钟 多少对大型的生物没有用 比如飞龙和风神 所以使用飞龙或者风神 将刺面龙点进困龙房 打云驯服最为稳妥 老鹰点不了吃面龙 作为萌星 前击没有风神的话 那么也可以直接搞过这座胁迫魁龙房 这座魁龙房在引龙的时候得小心一点 我要把自己搞成一个刺猬了 当然你可以选择用它 比克星奇狼虫 奇狼虫吸入瓦兽 可以很好地防御吃面龙的刺 打不破的气球 如果你用奇狼虫的话 我劝你最好先用奇狼虫攻击吃面龙进入召唤 吃面龙最喜欢下这些食物 按照其极可以接受制作 提上去使用左键可以扇巴掌 不比起耳光高的巴掌 这个就显得不是那么的厉害了 吃面龙的右键甩刺 动作看上去就很 不晓得怎么个形容 我配个音 我看像不像哈 这个技能随小范围的AOE 攻击次数高 但是伤害感人 长按右键可以持续示范 伤害低不松 还极其的消耗耐力 用一次再也不想再用第二次系列 射箭呢就是可以将点变化为代赐的太阳花 也就是开火模式 开火模式下按着左键发射刺 火力非常的凶猛 就是需要耐力 所以吃面龙加点优先加耐力 其次加攻击与血量 耐力呢最好五千几步 给吃面龙点进展伤害 也就是相当于点了这个远程伤害 而一代表的吃面龙伤害简直刮杀 想玩吃面龙的话推进养二代的高工 更远色攻击同样可以将中小型飞行单位击落 所以家里放吃面龙同时开启主动工具 与炮炭模式 就可以成为鱼鸟的克星 这个家伙不仅是鱼鸟克星 它还是石头人的克星 吃面龙的远程还能无视石头人与太阳龙的减商 不将就知道这两个家伙 所以在PVP里对付那锡子弹的石头人 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吃面龙发射的刺只需要消耗耐力 那么给它无限耐力就相当于无限火力 目前的有两种方式可以使吃面龙拥有无限耐力 一种就是自定义食谱 制作出来了恢复耐力的东东 第一种就是猛马相的战骨吧 哼 一说说 这样拥有无限火力的武器 唯一的消耗却是低层门的肉 这要是给叙利亚整两只吃面龙那岂不是 吃面龙空哥可以跳 说起这个跳嘛 跳跃高度并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这个落地的音效 也不是说非常的上头吧 反正就是有一种听着很爽的感觉 所以我猜想玩家一般骑着吃面龙 都不会正常的走路 我猜想玩家一样 我猜想玩家一会儿 回说 那这种玩意 nothing 的 感谢观看